叶总 我实在没有办法 用医出去 叶总 叶总 出去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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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畏雷 你可是医学士教 我老婆的病就靠你的 叶总 就算是大国手亲自出马恐怕疑 就是这间病房吗 出去出去 这儿的病人需要休息 叶总 他是京城来的专家 你好 我叫林正德 这么年轻的专家 京医院长怕是您被骗了呀 你 喜欢吃人参的 再多吃几根 命都没了我 你怎么知道 嘴唇发干 眼眶成紫褐色 是大三阳的病症 人身本就属阳性 你说呢 林医生我还有救吗 你说去 我给别人看看 救救我 怎样 他会的 他会的 当然 他被骗了 他被骗了 我按照 他把他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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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骗了 他骗了 你们是不是 志愿 他把他骗了 只本来 就给我一百块钱 上哪儿去找助助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小妹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就别叫了 在这个地方没人搭理你 就是 你还指望别人来救你吗 别人躲我躲不及 救命啊 有人吗 小妹 别叫了 先来救救我呀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 小子 你谁呀 放开我 给我磕三个想头就算了 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跟他道歉 然后我放你们走 不是吧 弄他 大哥 我们走 走走走 你没事吧 灵盖中绚烂的世界 没 没事 刚才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恐怕刚才就 没事 举手之道而已 我叫叶子云 你怎么称呼呀 林振德 那个我车就在前面 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哦 我刚到这边 我还没有住处呢 那太好了 啊 哦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我家正好有多余的房子 可以做给你住 那我不要考虑一下 这就是我家啦 我平时都是一个人住 我爸我妈有自己的房子 我平时呢 是住二楼 你住一楼的客房就行了 哇塞 这么大的房子 这租金得不少想哪 啊 怎么了 我的脚 我的脚 刚才摔到哪儿了 这儿吗 这儿吗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这儿啊 你信不信我可以 短时间内把你治好 真的 试一下 你干嘛 没事 你继续 你继续 他怎么回事 感受一下 诶 真的不疼啊 你怎么做到的 拜托 我是医生啊 咋啦 那个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可以啊 什么 当我男朋友 郭坤 你别再来打扰我了 我竟有男朋友了 这谁呀 怪你什么事 没有 亲爱的 你这件衣服都皱了 等一下我们就换件新的好不好呀 好 老板 今天天气不错 没想办法尽快分钱 又是他脸 好 怎么 还不死心呢 有品 还是钱不够 你要多少 我说 你那方面有问题 大概有一年了吧 还想着女人哪 你怎么知道 大哥 我是医生啊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 什么都可以给你 我只需要你离他远一点 你那儿的经脉被堵住了 只要我把你内经脉给疏通之后啊 就能恢复正常了 啊 你这个是中医 中医怎么了 行 没没没没 误会了误会了啊 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 只要能治好我的病 那就OK了 你把那个裤子往下拉一点 看什么看 都撞过去 准备好了 啊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 又能行了 已经痊愈了 不过 不要那么频繁 行我注意注意啊 走了 诶诶 等一下 神医 又怎么了 这个钱给你 想用多少 就用多少 想费 好 记住我的条件 就剩下三十八块钱了 明天吃少了 好了没 我们要出发了 来啦 来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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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怕不是在吹牛吧 我也觉得是他自己有病吧 对 我也这样觉得 你这样算一个学艺者吗 他叫徐荣 是本地的一个富二代 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做 我才能符合你的心意 主动解释的事情多没劲 我才不干 你这嘴和鸭子嘴一样硬 别到时候饿肚子 跑过来求我 我求不求你 我是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会来求我的 求你 医院医生这么多 我凭什么求你 求不求我 可不是你说了算 是你的病说了算 小子 你到这说说 我有什么病 正经一千 你疯了吧你啊 我就算再有钱 也不会相信你这个骗子呀 你在三年前就开始身体发热 并且到现在都没好 你是凭运气吧 哇 运气啊 你来我这了前十分钟就开始复习 而且是今天第四次 对吧 我们做医生呢 最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 以上呢 是我根据你的精神面貌 一个望子所得 当然 具体情况 阿麦 小生业 你帮我看看 到底什么店 男总女佑 神业 我到底什么店 还有救我 艾滋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这小子还是有点东西 这都看不出来了 对啊 真你帮我收一下 嗯 那她会不会找回来呀 只要她想活命 哦 对了 各位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富人看病 自然诊断费就会高 穷人看病 价格就会低 没钱的人 我甚至可以分文不收 明白吗 实际我我我我 我生活特别的困难 你 是属于家庭情况吗 困难的吗 哎呦 偷儿带女的呀 谁会说自己没钱的 是吗 那你昨天为什么喝人参鸡汤啊 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啊 无论吃了什么 都能在他的精神面貌上 表现出来 这人参啊 性贫味苦 是大 是元气大伤之人的滋补佳贫 但是对于你的身体情况 说 吃人参 等同于吃屁双 我还要提醒一下各位啊 我不光能看清楚你们吃了些什么 还能分辨清楚你们到底谁富谁求 不要再跟我玩这种卖惨游戏了 啊 神医 我刚才只是开开玩笑 开开付的钱 我一分不少都给你 请你帮我挑衅一下 我当然可以帮你挑脸 医院也可以 只不过 我只需要你当下三分钟 收你三千块 医院的话 我只收你一千块的诊断费 那在医院要花多长时间 一周 一周啊 那还不如三千块钱几分钟就搞定啊 看你喽 那好 把托你了神医 把托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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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回去好 猴桃里 人生一样的人生海多 哎 神医 问你个问题 他们 是不是拖 大哥 你说他们是拖 我要是看出你身体有问题 你不也得是拖 这个 这个 你身体哪里有问题 自己心里没说 沈亿啊 这次隐私 千万不要说出来呀 凭什么不能说啊 人家的病能说 你的就不能 你还说他们是托 去 我看你才是托 不用管他们啊 你这个病情 不适合在这里治疗 我们去隔壁宾馆 我帮你治疗 好好好 走走走 神医呢 干嘛 你知道神医去哪了吗 你不是说他胡说八道吗 怎么现在又叫他神医了 不说了不说了 你知道神医在哪吗 我给你一千块 神医刚刚去隔壁宾馆 给人家治病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吸气费 这钱赚得容易啊 开心 喂 爸 哦 我在外面呢 跟朋友一块儿 哎呀 你不认识 叫林正德 嗯 对啊 雪中医的 她可厉害了 嗯 什么什么 她就是你要我家的那个专家 谢谢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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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谢了 那就这样 我们就先走了 哎 好 嗯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再来 好 那盒子里有多少钱 二十三万 还凑合 这天晚上想吃什么啊我亲面 好呀 爷爷 爷爷你怎么了 爷爷 爷爷你怎么了 杨医生 你快救救我爷爷吧 救你爷爷可以 但是总得给我点好付吧 杨医生 只要你肯救我爷爷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钱我不缺 我现在就缺个女朋友 杨医生 你别这样 你再考虑一分钟 你就要给你爷爷送终了呀 这就对了吧 你谁呀 称人之威算什么义生啊 亲手 姑娘 你的爷爷我来治 他居然会中医 这酒可不是能乱炸的 炸出问题了可要负责任的 爷爷爷爷爷你醒了 醒了醒了这是什么呢 小伙子 是你救的我 正是在下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今天要不是预先机 老夫公我就交代了 老爷子 别客气 在下林正德 咱们学医的 哪儿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真有见死不救的呢 林小哥 哎 老夫 顾长风 今天咱们相遇 也算是缘分 今后 有什么需要老夫帮忙的 尽管找我 好 行 顾老 好 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我们先走了 告辞 一遇风雨便画龙啊 这小伙子 行啊 之前说那个神医就是这儿吗 是的 不离 对 有什么事 好 几个人 这好 这我们会说 是 很可怕 咱们 好 好 是 你知道我这里的规矩吗 医疗费 不就是钱吗 多少你说 一千万 行 我的病还有的质吗 你这个病啊 挺复杂 不过没关系 我大概分三个阶段 给你一支 把衣服偷了 你的阳气很弱 等你的阳气耗尽 什么也就做到尽头了 第二针 将你体内的寒气给去塞 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好 你再这样 这些天 想要太多真心 是说我寻找一个灵气多的地方 修理我的阴阳真法 神医 我弟弟怎么样了 你弟弟的病啊 积累了二十年 我大概得分三次才能治愈 什么 还没好 不信我 不信我 行 我把钱推给你 哥 我好了 他真的是个神医啊 怎么样 对不起 没事 时间也不早了 我先走吧 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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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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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吧 来 吃点东西 谢谢啊 但这些东西 对我练功无异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吃碗面条 可以啊 那我去给你做面条 端端 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不适合进厨房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身体不方便啊 我是医生 你说呢 那你不是要吃面吗 先不管吃面 我先给你治疗吧 治疗 这个怎么治疗啊 把手给我 要来立价了还熬夜 这么不爱惜身 还不是因为我担心 你会吵 还不是因为担心 你会吵 我吵 你不想给你 等一下 喂 叶小姐 你爸出车祸了 赶紧来医院一趟 好 我马上过来 放心吧 有我在 你爸不会有事 我相信你 你总算来了 叶总啊 折腾了半天 没整过来 你来了就好了呀 你医院的医生 就会处在这是吧 你不懂就不要乱说 叶总车祸非常严重 他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闭嘴 你们就是废 患者第一时间送到你们这儿了吧 你们什么都没做 单方面宣布患者死亡 一个医生 在患者还有生命的时候 直接宣布抢救无效 怎么 怕丹泽 又怕丹泽 又要当医生 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 走吧 对了 如果我把他治好 你们要给我打个赌 打 打什么赌啊 你们每个人脖子上 给我挂个告示牌 说我是庸医 怎么 浪费时间 站住 行 我跟你赌 经院长 这事儿你做见证人 走 你这个小猫孩 你给人家赌什么赌啊 你连眼药水都不会放 你还给人家赌 这小声音你可来了 快救救我丈夫 妈 爸怎么搞的 怎么出车祸了 哎 契机 契机是什么东西 叶夫人啊 对不起啊 我管教无方 我给你赔罪了 您继续 继续 你们先回避一下吧 不行 我要陪着我吧 休息一下 你爸已经没事了 没事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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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你可醒了 你好吧 小神医 你还好吧 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小云 扶小神医出去休息啊 好 好 这都是你自找的 你要为你所说的话 付出代价 老祖中留下来的东西 永远都是有用的 哎呀 哎呀 叶医生 怎么样 健院长 不要忘记你们的承诺 哎 走 哎 林震德 林震德 林医生 你怎么样 啊 啊 啊 你醒了 我睡几天了 整整七天 我都担心你挺不过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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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医生 你考虽过到我们医院来就职吗 你考虑过到我们医院来就职吗 哦 入网呢 不好意思啊 你不愿意入职也可以 那我们搞个合作 怎么样 怎么合作 哎 就是我们医院有病人的时候 你来给他治一治 平时你可以不来 这个不错吧 一根千年人参就有这么多灵气啊 要是再来两根的话 我的阴阳帧肯定有大突破 还是得赚更多钱才行 知道了吧 那人生两天前我就给他了 哎呀 我是女孩子 总不能我先开口吧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会主动一点的 啊 你好了 多亏了叔叔伟人生啊 嗯 我现在吃你的助你的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 我爸的命 我妈的命 还有我的命 都是你教的 那方才古代 隐身相许也不为过吧 哇 这有道理啊 那你愿意吗 小的美 我一个女孩子做的 就先开口啊 你跟我表白 我肯定就愿意啊 哎 对了 我愿意 你愿意什么 你想问什么 我是说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中草药 一条街 我去 问这个问题 有是有 不过你要找什么 让我爸去找 不更快吗 不用 我想自己去碰碰运气 嗯 那行 那待会儿我回家 顺道带你一块过去 好啊 或者 一块儿跟我回爸妈家 先生 需要点什么 哦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上面的药材 千年雪莲 千年人参 千年灵芝 先生 不要开玩笑了 怎么回事 掌柜的有人闹事 凭什么 就因为你们店里没有这上面的东西啊 你这单子上全都是千年级别的药材 你这不是来捣乱的是什么 先生 你这上面的东西呢 确实少见 不过我们这儿啊 倒是有一株千年天山雪莲 是吗 先生 这可是我们的镇殿之宝啊 果然是千年天山雪莲啊 这灵情 我的阴阳阵 肯定能再上一次楼 掌柜的 这株雪莲多少钱 这天山雪莲呢 堪称是无价之宝 你如果想要的话 我再打电话 问下我们老板 好 等等 听说这儿有天山雪莲 我要了 二位 不好意思啊 这个天山雪莲 已经被这位先生预定了 他妈 看他这样子 买不起吧 你是什么人 敢跟我们八大家族整东西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什么八大家族啊 我也不感兴趣 我只知道江湖规矩 先道先得 这雪莲 归我 我管你什么破规矩 我们八大家族想要的东西 还没有捞不到的 二位先别着急别着急 顾老 您来了 顾老呀 恩人 又见面了 原来顾老是这儿的老板呀 恩人 有什么需求 只要恩人看上了 随便拿 没什么 词 词 词 滚开 那 客气什么 等一下 这个人不简单 他背后肯定还有什么背景 想办法把他送进去 再慢慢查他背景 你们不用费心思了 这雪莲我是不会给你们的 我希望你进去之后也能这么随意 小兄弟 他们只是要动用关系 把你抓进去再出气啊 顾老 没事 他们拿我没办法呢 王老 这会儿有空吗 发生了什么事啊 还有你解决不了的 你说 你们京城八大家族的弟子 还真是胆大包天哪 跟我抢千山雪莲 还要把我送进去啊 罗家的女主人被人吓走 这边的医生说 要千年天山雪莲才能解毒 这雪莲 你想是非用不可吗 如果不是 就给他们吧 算是我老头子欠几个人心 这呀 如果我说 这毒我能解 但是用不着雪莲呢 那我来安排 好嘞 辛苦 喂 对对对 我在我在我在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 不好意思啊 之前是我们冒犯了 要是您能解我妈的毒 我们三家人都欠你一个人情 喂 紫月 救我 我被人算计了 叫华东大酒店的 你 我可笑哦 我会不会认识 你们看你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你 你 我会认识 你 你 我会认识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子 要走人的话 其他地方找去 哎呀 小子 不听招呼是吧 哎 没有啊 这样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Where is 的叶子云 小子 你给我动手脚是不是 我又没动你手 又没动你脚 做什么手脚 没事儿 没事儿 这样 你告诉我叶子云在哪儿 我可以考虑帮你治疗 叶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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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了你这么长时间你的不同意 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就不要怪我了 刘公子 你这是在犯法 犯法 我们狼才女貌这么相配 犯什么法呀 我们可以慢慢认识 你先把我放开 我们聊聊天 放开 你骗了我这么多次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来吧 我放开你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心 我会对你好的 来吧 你就从了我吧 啊 银扎 啊 你是谁 想干嘛 你没事吧 你真的 你哪来了 你终于来了 谢谢 有我在 你是谁呀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管你是谁啊 我只想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啊 啊 我告诉你 要是被我爸知道了 绝对不会罚过你 你下面那个东西啊 就是作恶的源头 我要是将你那个东西废了的话 也算是为了那些 要被你糟蹋的女孩子 办了件好事吧 别 我求你了 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 我还没有传宗接代呢 你也不想想你用他 毁了多少个家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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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 你这 我把刘老板是怎么了 你放心 我下手不会死人的 大哥 你你你你惨啊 刘老板 刘老板 就他一个儿子 你的事这么又绝后啊 是吗 那我就等着你们刘老板啊 走吧 刘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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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公子你你你你还好吧 刘公子 刘公子 立子 刘公子 你 你不上外吗 那你要怎么陪我啊 我 给你讲故事啊 我 跟你讲故事啊 啊 这么陪我呀 跟你说啊 我这个故事三分钟之内保你睡着啊 哦 好 这老大看着不对啊 不对劲就少说两句 室晚放 跟我去抓一个叫林郑德的小子 照片也发到你们手机上了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还有 要准备好刑局 一百零八种刑局 我要让这个小子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老大 外面有人落势 哎 这小子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哎 这不是照片上那个人吗 谁第一个把他给我放倒 以后就是咱们公司的副总 哼 打开个 还有谁 一起上啊 一起上啊 你好了 正好省得我费时间了 你 我都要看看 到底是你的手法快 还是我的枪快 大哥 这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我敢一个人来这里 还怕你这手枪不得 你拒绝是谁啊 你管我是谁 你说啊 我该怎么对付你比较好啊 你不是普通人 你是鼓舞者还是异能者 这规矩你不懂吗 规矩啊 什么规矩啊 鼓舞者和异能者 不能随便对普通人出手的 一旦出手 想遭到天杰最严厉的制裁 天杰 什么是天杰啊 天杰 是鼓舞派 异能派 和世俗界 选调人手组成的 一旦你对普通人出手 天杰 将追你到天涯海角 哇塞 这么隐秘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还是说 这根本就是你编出来的 想让我放过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几年前 我有个朋友 他跟你一样 也是异能者 他告诉我 如果以后遇到像你一样的人 就告诉他 天杰的事情 就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放了你 我这不自找麻烦吗 你当我白痴啊 你想多了 今后今天的事情 我哪还敢把你怎么样嘛 我不是自讨苦吃吗 你要是真的敢动我的话 天杰是不会放过你的 谢谢你提醒我啊 你想干吗 为了我身边人的安全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你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别乱来啊 现在是法律社会 你要杀了我 你也讨不了的 这个世界上 除了死人说不了话以外 还有一种方法 让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出来 你别乱来啊 你要干什么啊 你还记得你儿子吗 曾经有一个女人 为了不让她霸王硬上弓 跳了楼 没死 你猜猜她成什么了 我不管我的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放了我吧 不好意思啊 为了我身边旁边的安全 你 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再见 植物人先生 林大哥 跟着我们逛了这么久 累不累啊 不累 叶子云 这么巧 王超 你怎么在这儿 咱们同学聚会 一起去QTV玩玩儿 这人谁啊 这人是我以前的班长 今天就算了吧 我这人是谁啊 正好有两个朋友呢 不太方便 嗨 既然是朋友 大家就一块去啊 走着 走吧走吧 我也想唱 各位同学 看今天我把谁给你们带来了 小云 最近怎么样 好久不见 这是你男朋友吗 走 叶子云 你找男朋友的眼光 她不怎么样啊 怪你什么事 唱什么歌 都可以 曾经的帮花 怎么没有选择和王班长在一起啊 选择了这个穷屌丝 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你们先点歌 我去下洗手间 那个林医生 真的是叶子云的男朋友吗 我不知道啊 应该不是吧 哎 你 流氓 流氓 我这是看得起你 很多女孩都向我调剧她 我还看不起呢 哈哈 我还看不起你呢 耍流氓 你耍流氓 别打呀你 哎呦 哎 方公主怎么了 怎么了 我在你的床里被人打了 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啊 哎 林兄弟 请问在哪高救啊 啊 我无业游民 不会是班专的吧 子云怎么会喜欢你啊 我做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子云喜欢谁是他的自由 需要你操心吧 好了 都少说两句 喝酒 来子云 干杯 对不起啊 他们都是我同学 看来 你们班上的同学 都挺喜欢你啊 他们肯定是嫉妒 叫你会说话 他 还有他 他们两个 给我打 觉得我王超好欺负是吧 我爸是王刚 他 在座的都是我朋友 你们怎么回事啊 他刚刚占我便宜 不该打吗 那不行啊 你们欺负女孩子 你们是男人吗 你们 少跟他废话 上 小安 不许动手 你 你最好不要管 你老子在我上 什么都不算 懂吗 是是是 上 小安 你 你 你 这是干什么呢 给我起来 打呀 老板 就不能乱东西 咱们好恨不前行亏 走了吧 很好 我记住你了 走 就这么走了 还想怎么样 先道歉 再走 大哥大哥 怎么了 张公子在隔壁被人家打了 你快去看一看呀 来了来了 走走走 小子 别得寸进尺啊 刚才的小生劲哪儿去了 郑总 听说有人欺负你 是谁 是谁 谁动手 哎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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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哎呦哎排 我说 你叫这人也不行啊 咱们是今天的时候就是待 дал几位置吗 对不起 走走走 没人讲你怎么道歉 哎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或许 기대 行了 滚 行吧 天也不早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来 你买的东西 路上小心哦 林大哥 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好帅啊 我好喜欢你 晚安 小云姐 哟 看来是我等了你唐花呀 不是 她 她敬我 我什么都没说 我 那你还想说什么 姐 我们家 小云姐 那个 我家钥匙忘带了 能不能去你家住啊 我 林大哥 我帮你拿 小云姐 林大哥 在你这儿要住多久啊 这个 嗯 不太清楚啊 那 她喜欢吃什么 哎呀 她就是个做客 跟她交流也不多 这个嘛 我不太清楚 嗯 那她喜欢玩什么呀 哎呀 饿死我了 有没有吃的 林大哥 嗯 我看你这么精神的样子 一点都不饿呀 嗯 我成功了 你成功了 嗯 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 明天我们一起出去玩 啊 小云姐 一起吗 明天 你好像还要出诊哦 哦 对对对对对 叶夫人 我明天还得出诊治病呢 嗯 而且你每次出诊完 都要休养好几天 你这才刚好 要不要跟叶夫人换个时间啊 不用 我现在已经大功告成 再也不会出现之前的情况了 你终于来了 赶紧给我妈解读吧 来 先给您把脉 看看情况 子罗 这林医生好一点 哎 哎 那李爱啊 都比我寸坏了 你只要 忘了欣赏 没事 我不会和她一般计较的 来 大家准备一下 我准备开始了 请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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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母亲治好了 进来吧 妈 你的毒真解了 哎 现在好多了 这个小林啊 真是个神医 不行 我还是得给金院长打个电话 让他给你做个全身检查 嗯 那你们先忙 告辞 小六 林先生 请暂时不要离开这里 董诺夫人检查完之后才能离开 如果我非要走呢 如果林先生执意要走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这是你自作主张 还是有人让你看着我不让我走啊 什么时候我去哪儿也归你们洛家人管啊 子罗 快向林生医道歉 我才不给他道歉呢 妈 你这是干嘛 林生医 我女儿从小被我宠坏了 我代他向你道歉 骆夫人 我给您治病是为了王老的面子 行 我不去计较 按照市面价格 天山雪莲医药费 一个亿 什么这么多 两亿 你表示对林生医的答谢 那就先行告辞了 妈 王老对他态度这么好 你知道为什么 他这么年轻 你得的这么好 一会儿要是我们家里去 那该多好啊 对 你 快来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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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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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来可以帮我讲讲经验吗 不可以讲 我们一般啊就是针对这猛男子 这猛啊就是这皮壳上 不同于其他实际上的顶状 调状啊 丝状 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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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不是啊 你认识 我的女朋友啊 谁是你女朋友啊 我陪我男朋友到原始店看看 哎 你找男朋友的眼光可不行啊 关你什么事儿 我们之前可是有婚约的啊 你找这么一个小毛老 这不是气我吗 你说什么 小毛老 不然呢 那是黑的 哎呀 这一巴掌 是你出言不训的状态 我可以打到你懂之为止 你竟然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等会 等会儿你就死定了 希望你等会儿叫的人 不要让我失望啊 等着 小伙伴 怎么这么冲动 怎么没事 我再来进去看看 其实啊 一百万在这个区域只是起步价 有的时候啊 数盈能达上千万 我听说有一个老板 一天之内就说了五千万 还只是纯粹的赌食 哇 那 纯粹 还有不纯粹的吗 对啊 比如你和我 各看中一块原石 赌足一千万 看出来谁的价格更高 谁就赢 哎 谁只挂虎握手 你还是不是能 是 是 你说的对 不赌一次怎么算男人吧 好啊 我们也说怎么个赌方 那个 我对这方面不了解 要不你说了算啊 我们各自入手一块石 谁赚最多为赢家 怎么个赌方 那个 我对这方面不了解 要不你说了算啊 我们各自入手一块石 谁赚最多为赢家 说吧 堵住什么 我看你这样也不是有情人 这倒是让我很围栏哪 这卡里有大概两千万 你不信可以找人查 公平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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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两千万 我堂堂女家大少 两千万我会没有啊 口臭无凭啊 知道这是什么卡 黑卡 无限透支的 想办了啊 可以开始了吗 哎呦 啊 啊 啊 说什么呢 前面的叫声忘了是吧 这小子是谁啊 居然敢打女家大少爷 女家大少爷 今天怎么没关手呢 感觉不对啊 我希望你一会儿 别吓鬼求我啊 王老板 可以开始了 哎 两张卡都有效 可以开始了 行 董事 你真的能行吗 我的能力 你还不知道 行吗 你 麻烦了 咱们 看 咱们 拒绝堂 下午 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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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累了累了累了出力了 真的出力了 这小的运气不错呀 真的出力了 天呐 林震德 这块能值五百万 五百万 它那块可能会不会好 你盯着我这块石头看什么看 你能够看出什么话来 我说 你这是一套的 得亏 你 王老板 来 帮我看一下 把你翡翠运气全部吸掉 看你能带出什么话 诶 雨萨 眼光没错呀 你一一到这处理了 好像 它的翡翠橙色比我们的好呀 等一下 我看一下 诶 嗯 终于啊 诶 诶 他很喜欢错嘛 关你什么事 来吧 来 不会是冰种吧 怎么是白色的呢 来来来来 换一面换一面 来来来来来 老板 已经全切开了呀 这 颜色不对呀 这 怎么可能啊 哦 吕大少爷 你打算两千万是转账呢 还是赖账啊 嗯 嗯 口售无凭 这样 我们白纸黑子再来一拳 再来一拳 你怎么耍发呀你 你可别又后悔了 我错了我错了大哥 我给我给我给 下车就是他就是他 你给我等着啊 我叫了个车带关键过来 打死你 怎么办 谁啊 大哥 我不知道是谁 我再去找 我再去找 走吧 你下来呀 我拉肚子 什么意思 你下来下来 不是啊 干什么 什么意思 你他妈是谁呀 林十一 好 好不容易拖了叶总的关系 才把你醒来 真是太好了 这儿啊 就是李家山庄了 你们这李家山庄卖吗 怎么可能 这山庄啊 可是我们李家的大本营 爷爷 来喝点水 老爷子的病情非常严重 只有三天时间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家老爷子 身体状况这么好 怎么可能 只剩三天时间啊 林十一 快帮我想想办法啊 真的只有三天了 我知道你们都会怀疑 你们可以请刘老师 进行二次检查 什么三天时间 简直是一个庸医 老爷子的情况 我之前是检查过的 只要用心调养 不出半年 就可以完全康复 不是只剩三天吗 别听她的庸医的一派胡言 我看你才是庸医吧 黄口小儿 信口之王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吧 对 刘医生来我们家之前 是国字号大医院的主任医师 他的话比你可信 李凯 你找这些什么假生意啊 行 我再提醒你们最后一遍 老爷子已经有技能哭 今晚十一点必然吐血 你们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 下一次再找我来的时候 就会要了你们李家一半的财产 抱歉 哎 黎神医 哎 黎神医 大哥 老爷子吐血了快来 刘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爷子的情况 我早上检查了 还没什么大问题啊 这除染间 可能就比较危险了 最多两三天 就没有别的办法 让老爷子时间延长一点吗 没办法 老爷子现在是犹禁登福 十夜九点 胡说八道 用医一个 你没有办法 并不代表别人没有办法 你们别忘了 林神医说过 今天晚上十一点 老爷子必定吐血 我记得中午送他回去的时候 他说有办法把老爷子治好 至少还能活十年 那小子就是瞎懵的 老爷子现在这种状况 就是大楼先进来就不活 唉 我现在 只好派人请他来试试 我想 他也不敢骗咱们李家 老爷子的病我能治 没问题 我的条件都清楚吧 清楚清楚 行 出去吧 我们还没出来啊 这么久了 是啊 继续这么久了 连声音都没有 哎 哎 林神医 老爷子 出来吧 但是你算你来购什么 你怎么会购任 我没赔给你 你没赔给你 好 你还能赔给你 你好好留下 我给你 他要赔别在吗 钱没有了 我会再赚 命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李家的股份给你 有风险 这样吧 我把它转至现金搁了 可以啊 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去办 好 你能不能搞到 林生意 我正有事找你呢 那个 你能不能搞到 像你们李家山庄地理位置 那么好的别墅啊 林生意 你是要买别墅呢 还是要买山庄啊 我无所谓 只要地理位置 跟你们那个差不多好就行 好位置 我想想啊 还真有合适了 天马山有三套顶尖的别墅 在山顶 可以一览众山小 可是开发商不断出售 很难搞到手 哎呦 一个亿能不能搞到 林生意 你这也太疯狂了吧 花一个亿买一套房 只要是你们李家办事我都放心 只要你能搞到那三套中 地理位置最好的那一套 好吧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去落实 一有消息啊 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好 担心消息 喂金医院长 林医生 我这儿啊 来了一个世界上最罕见的病人 哎 你知道瓷娃娃病吗 拿给我走 没事 医生来了就好了 哈哈哈哈 黄老板 来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医院最优秀的林大夫 你好林震德 黄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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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那个马头山别墅的开发商吗 我先看看女儿的状况吧 来来来来 把手给我 没事可以治 是 但是疗程可能有点长 需要三次治疗 真的吗 但是啊 除了诊疗费的话 我还有一点其他的要求想跟你说清楚 只要能治好我女儿的病 有什么要求你随便提 我知道你在马头山山顶有三套别墅控制 我想其中有一套能不能 没问题 只要能治好我女儿的病 三套别墅你随便挑 真的吗 真的 行 没问题 我一定努力 那个黄老板 这样 您呢到我办公室去喝会儿茶 林医生治病啊 有个忌讳 不愿意让人看 好好好 来来来来 走走走 那你妈 我今天呢 刚买的扇好的龙体 哥哥 不在这里 妈妈 没事 不疼 走 去抱抱那儿 她的病啊 还没完全根治 不要有太多的运动量 啊 林医生 谢谢 那三套别墅 随便你选 今天我请客 都别客气啊 哎呦 林大哥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 请我们吃大餐啊 是不是要请客 宰了那个富二代病人啊 别瞎猜 救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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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准确的来说 是救了一个房产老板的女儿 哎呀她得了非常罕见的一种病 叫瓷娃娃病 顾蒙你知道的啊 我之前听爷爷说过 业内都说 这种瓷娃娃病 是没有办法更治的 是啊 我治好了它 所以啊 地产老板送了我 码头山山顶 最好的那一套别墅 那不是你 最想买的那一套别墅吗 是啊 那点灵气非常充沛 对我有很大的好处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想邀请你们一起搬过去 对你们的身体也很好 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就算了 我愿意 我愿意 林生一 呦 搬家这点小事 还有李少帮忙 我就撂个脸 这不 怕林生一啊 把我给忘了吧 哈哈 搬家这种事啊 肯定会来的 哪里卸了 其实 我是来好好看看 你那套被吹得很牛逼的别墅 让我们林生一 花了一个月的心血啊 你们李佳山庄也挺不错啊 要不 拿你们李佳山庄来换 哈哈哈哈 这李佳山庄啊 可不是我的 要不然呢 一定跟你换 哈哈 电话 喂 啊 好 我马上过去 行了 怎么了 我提前安排了车 去接叶子云他们 在山下出事了 走 那女人挺娜呀 要不要今天陪哥几个玩玩 呸 恶心 我们有事 不跟你多说 夏丽 都联系上了吗 别笑了 咱们马上去到底 不行 哎 美女 别走啊 没有你 怎么啊 想走 这方圆八百里 都是我的地盘 呦 这么威风呢 林大哥 你终于来了 你怎么才来啊 你怎么才来啊 你是谁啊 还想英雄救美 想也不怕断了手脚 你也喜欢断人手脚啊 啊 那你知道断手脚的滋味吗 林大哥 别跟他废话 揍他 好好好 都拿少爷 来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拿住他们啊 要不今天就算了把少爷 走回家吧 好不好 下次走回家 今天就先到这儿啊 下次再来找麻烦 就不止是胳膊了 今天乔迁之喜 我准备了好酒 咱们哪 不醉不归 来来来 开心开心 这个房间不错 把人都给我惊出去 我要坐这儿 谁啊 这个包厢是我们李家先订的 做事情 总有个先来后到吧 他们李家在这儿还是有点失利 要不我们还是换个房间 不就是地头蛇嘛 有什么可怕的 把人给我赶出去 这两位可是京城来的大少爷 我劝你们还是识相点 赶紧滚出去 跟他费什么话呀 要是不出去的话 打一顿 认出去 滚 小子啊 找死是吧 我找死 我看是你们找死吧 这两位可是京城八大家族的 我管他哪来的 火星来的也给我滚 小子 我来会会你 你 小子 你贪上事了 八大家族不会放过你的 小子 你敢断我手臂 你会后悔的 后悔 我之前也得罪过你们八大家族啊 我这不好好的吗 你就是那个神医 走吧 大少爷 舍不起 我们去哪儿 去看我手臂 再不看就要蛇了 站着 知道我是神医 还去找别的一人 不管你是京城来的 还是哪儿来的 都不能肆无忌惮 好 好了 既然教训给了 借骨也是顺手 滚 没事 这男人变脸的速度 比女人都还快呢 那当然了 神医就是神医 林大哥 我发现你不仅长得帅 连武功和医术都很厉害呢 我好崇拜你啊 我好崇拜你啊 不好意思啊 我没听说过 干嘛拦我车 那套别墅 你卖不卖 不好意思啊 那套别墅我自己住 不卖 五千万 你转手就赚五千万 五千万 我当初为了这套别墅 可是愿意花一个亿啊 八千万 你至少有问题吧 你至少有问题吧 我说当初为了那套别墅 我愿意花一个亿 你八千万算什么 别丢人了 小子 你别嚣张 你现在不卖 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 匹夫无罪 怀毙其罪 你懂不懂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这就是威胁我的下场 洛小姐 你也想要个别墅啊 条件随便离开 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非卖品 那么多人 都想要那套别墅 肯定会有人对你不利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它给让出来 对我不利 包括你们洛家 洛家当然不会 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没有必要去得罪那些 你不该得罪的人 什么 我还不知道有我得罪不起的人呢 我知道你医术高超 武艺超群 也知道你是因为治好了 黄总女儿的病 她才把别墅送给你 但是你要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那些人到时候你得罪了他们 我也帮不了你 多谢罗小姐 好茶 告诉你 这小姐也太成功了吧 肯定会有人收拾 喂紫月 怎么了 你神医对的 我懂了你的女人 你拿什么来换呢 我懂了你的女人 你拿什么来换呢 你用这个小事 就给你帮忙吃了 我应该自己帮忙吃了 你帮忙吃了 你帮忙吃了 你玩的 你帮忙吃了 你帮忙吃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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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大师兄 三师弟三师弟 有人翻墙 进林医生家了 林医生有危险 几位 有何贵干啊 林先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刚才我看见几个人 从你们家围墙翻进去了 你说那几个黑衣人啊 已经被我解决了 区区几个小毛贼已经解决了 不碍事 来 喝茶 我去 这个林先生还是个高手啊 我跟你一起去同学会吧 都是和高中同学 不太好吧 你就说我是你男朋友呗 哎呀 你们到哪里了呀 怎么还没到啊 嗨 叶子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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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哎 这个是 哦 哦 这个是我男朋友 好 我叫林洛 我是叶子高中时期的好姐妹 你好啊 这么腼腆的吗 哇 你是怎么追到叶子的呀 哎呀 进去说进去说 好 大家都等着呢 嗨 小鹿叶子 这位是 这是我的男朋友 兄弟 你可真让人羡慕啊 叶子云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兄弟 你是做什么的 哦 我无业有名 堂堂校花 包养小白脸啊 何玉华 你什么意思 凭什么这么说叶子 我什么意思 他敢做不敢当吗 不敢承认啊 我做什么了 我说 你包养小白脸 口味重 何玉华 给叶子云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包养小白脸 这也是本事啊 你竟然跟你打我 小姐 你有病啊 你才有病吧 病得不轻啊 病得不轻啊 你再骂一句试试 阿辉 阿辉 亲爱的 怎么了 就是他 就是他欺负我 赶紧替我出头啊 林医生 您也是我 林医生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你怎么还不打他 哎呀 我跟你不熟 林医生 这也不熟了 嗯 阿辉 阿辉 林医生 我家老爷子 这两年身体 越来越不好了 麻烦林医生 看一下是否能够延长寿命 哎 面对自然法则 非人类可为的 嗯 林医生这样 你看能否让我家老爷子 多活十年 我这儿有两颗千年级别的 天才地宝作为诊经 哎 那可以啊 老爷子在哪儿啊 老爷子在江州 完了因为身体不好 还请贤医亲自跑一趟 行 没问题 好 谢谢 哥 爸 这位就是林贤医 你好 林正德 你好 你好 敢问世出河门呢 不好意思啊 不方便透露 你们等会儿 我去叫爷爷 连自己世中河门都不敢说 你晓得是不是在活有人啊 不好意思啊 在我没诊麦之前 一切都是未知数 嘿嘿 眼气有我呀 来 老爷子 我来给您把麦 林神医啊 我家老爷子什么病啊 如果发现得早一点 甚至是中期 我都有办法 癌症晚期 我也没办法 谢谢你 林神医 我知道你禁闭了 对不起 没 没事啊 我那儿还有医生呢 你那病处理好了吗 哦 处理完了 虽然知道啊 不是所有的病毒能医治 但是遇到那种情况 还是会难免心情低落 是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疾病 是人类目前无法解决的 还需要再去研究 好了 来 给你把麦 你这个病啊 有点复杂 早些发现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处理嘛 所以 现在治疗 会困难很多 那还有的治吗 老爷子的紧直处 有一颗子弹 这 就是病因 年轻人 这是 英雄出少年了 老爷子 你这子弹是抗战时候留下的吧 那时候肯定很年轻 国家有烂 皮肤有折 咱们国家有如今盛世啊 都是你们的功劳 这就是我这辈子 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那个时候 虽然生活很艰苦 但是 过得很有意义 现在 整天躺在床上 这身体 还不行啊 老爷子 我可以治好你 真的 并且 还可以让你身体 变得更好 那又劳你了 老爷子 请 都四个小时过去了 这小子到底行不行啊 等等看吧 林医生 老爷子怎么样了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老爷子 你再不出来 你们文家人可要找我麻烦喽 哎 他果然是神医啊 林神医 刚才我说的话 你千万别记在心上 哎 我的年龄啊 确实是我硬伤 我知道 不怪你们 只要你们给我道歉 我就心满意足了 啊 林神医 你的脾气型 那也是非常华健的 哎呀老爷子 这你就太夸张了 哎大宝 哎 快把我们那两个骨铁都玩了 好好好 刚才老老有看病一定是小老太过了 哎 这两件补品 哎 麻烦了 老爷子 这两份补品 我是万万不能收的 林医生 您治好了爷爷的病 您就收下吧 老爷子 是为了这个国家 这个时代服的伤 你呢 治好它是我的责任 要是我还收下这两份大礼 岂不是污住了我 又污住了老爷子的功勋吗 爷记得 你说得也挺有道的 不过 那个枕筋 你怎么要收下 老爷子 你不用劝我了 我已经决定了 天才地宝 虽然很珍贵 但是我的病 你已经给我治好了 我已经用不上了 在你手上 更重要 这样 如果你真的想对我表示谢意的话 我还真有一件事情 想求您帮忙 哦 请收 晓云 晓云 哎 哎呀 你这个人 怎么去女孩子房间不知道敲门了 哎 不好意思 抱歉 你刚才想问我什么呀 我说 我们现在出门 都不用担心安全了 怎么做到的 哦 我救了一个 姓文的老爷子 接电话 喂 金院长 你现在打电话给我是不是不太方便 林医生 我这边 有一个没法拒绝的病人 癌症晚期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哎 这是真的 这个病人哪 我没法拒绝 癌症晚期 冰临死亡的绝症 你跟他说 我治不了 哎呀 但是这个病人 非要亲耳临见你 你说治不了这个事 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啊 想让我证明 哎呀 这个人呢 他是个慈善家 他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呢 也想帮帮他 行 今天晚上太晚了 明天去吧 哈哈 那好 这 林医生 那你明天就在我们医院 多做一次诊 好不好 好 你今天出门一天都没有陪我 我一个人都还没吃饭呢 带我去吃东西吧 去哪儿 随便 行 啊 哎呀 好痛 哎呦 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让我撞一下 我看你有没有事 要不我帮你送医院去吧 送医院 哎 没事 你给我钱 我自己去医院 哦 要不我还是帮你送医院去吧 没事 你给我钱 我自己去医院 然后拍个片子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再来找你 不耽误 我就在医院上班 哎 你检查出什么状况都由我负责 那不用了 没事 走 我送你 我叫何毅 你可以叫我小毅 哦 何毅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没什么事了 估计没什么问题 可以不用去医院了 现在觉得没问题 之前我们医院有个患者 当时也说没事 第二天就没命了 哎呀 真的没事了 不行 我得为你的安全着想 我先去排队 你去上班吧 没确认你没问题之前 我没法放你走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我身体没问题 可以不用看医院 你身体又没有问题 不是你说了算的 是医疗检查说了算的 好吧我坦白 我是一个碰瓷的 这样你满意了吧 可以放我走了吧 何叶 你生病了 而且非常严重 有生命危险 我承认 碰瓷是我不对 可是我才二十五岁 你就这样咒我得了绝症 喂 你是不是最近肢体僵硬 每天晚上都会有 林医生 你怎么才来呀 那个病人等你很久了 来 这边 神医来了 是你找我治病啊 林神医 我对病 你对的人说不是问题对不对 他们说 癌症晚期啊 是 是我们身体里的癌细胞 都已经扩散了 我只相信我对诊脉 你找我来 就是为了想让我看看 还有没有机会 对吧 你说的没错 希望你能给我检查 人家的荣抑 都太多了 我担心他们 担心这些医生 太虚弱了 很遗憾 我也没有办法 你大概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当然 是心脏的问题 你的心脏 会间歇性停止攻血 时间很短 所以啊 很难被确诊 很严重吗 很危险 如果停止攻血的时间过长 会作死 不过你放心 我用针灸 可以把你治好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 把衣服脱了 你说什么 你放心 在医生眼里 只有患者 没有心脏 穿着衣服 我怎么给你针灸啊 来吧 林医生 怎么了 也不用拖得这么彻底吧 治疗完毕 放心了吧 林医生 诊金多少钱啊 还有 这样吧 你以后啊 不要再求恶人了 这次的诊疗费 给你免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恶人了 但是诊金还是要给的 你开个价吧 行 那你给我 一块钱吧 这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这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金院长 说吧 什么事儿 既然来了 那就再搞一次直播 三天后吧 到时候多宣传宣传 让更多的人知道 行 那我就再宣传宣传 然后在网络上再走一步 对了 我打算这一次啊 弄一个大的 不止我一个人 不止你一个人 那还有其他的人 我打算 让全医院的所有医生 跟我一起会诊 让大家知道啊 这所医院 不止我一个好医生 嗯 可以 好吧 现在网上铺垫盖地都是消息 说你要去医院直播 你明明知道金院长是在利用你 这是图什么呀 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林大哥 说他年轻不可靠 而且知道他是中医之后 就更不信了 有些人就是这样 自己没本事吧 还说别人没本事 我是医生 又不是普通人 我要是能治好他而不治的话 看着生命在我眼前慢慢流失 这不等同于我 亲自杀了他 所以啊 金院长有他的想法 我呢 也需要一个平台 来宣传我的医术嘛 所以 不要在乎别人想法 哇 林大哥 我突然觉得你好帅好帅 明天我做你助理行不行 哎 不行啊 说好了明天是我做 我做 我 我做 我做 都做 都做 哎 我做 我跟你说两句话 嗯 嗯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李医生 加油